接著談一些簡單的小事情 就是剛才在過程中有提到的飽和 就是裝滿 我有個溶解度 我最多只能溶10公克 那我就溶了10公克 我就裝滿了 達到我的溶解度的最大量的時候 這個叫做所謂的飽和溶液 那麼沒有達到最大量 就叫所謂的非飽和溶液 非飽和溶液 不飽和的 那不飽和就表示還能夠繼續溶 繼續裝 可以裝到它裝滿為止 可以繼續溶解 那麼這邊就會出現一些問題 然後還得到一些判斷 就是怎麼知道它已經飽和了 那一個最簡單的判斷方式就是 固體丟下去 喇喇之後 底下還是有沉澱 沒有辦法繼續溶 就表示我已經達到飽和了 那如果這個是糖水 那麼飽和的時候就會最甜 味道會最多最濃 不然是有顏色的 顏色就會最深 所以我們就可以考試問你說 誰顏色比較深 誰的味道比較甜 你看它是不是有飽和 還是濃度的大小 可以判斷出來 所以飽和的時候顏色會最深 味道會最濃 然後底下就會有沉 底下就會有沉澱 會溶解 就你知道 如果底下有沉澱的時候就是 我已經達到飽和了 然後我們考試就有一些問題 等一下我再舉一些例子 譬如說我現在有沉澱又再加水喇喇之後 還是有沉澱 那就問你一些問題 問你一些問題 那什麼之類的 就是這樣子 那如果我已經飽和了 就是不能夠再溶 你再往裡面加 它也不會再溶解 所以顏色也不會再變深 所以甜味也不會再增加 都沒有改變的意思 濃度也不會變 都沒有 都沒有 好 那但是這次是一個所謂的 像我們在教的可逆反應的平衡一樣 這其實在裡面 是有沉澱跟溶解同時發生 那只是因為沉澱跟溶解的速率相同 所以你外觀上看不出任何變化 本來有兩公克的糖還沒有溶解掉 怎麼搞 還是兩公克的糖沒有溶解掉 但實際上是有不斷的有糖溶解 但是也不斷的有糖沉澱 那兩個速率相同 所以外觀上看不出改變 這叫做所謂的動態平衡 動態平衡 聚觀上沒有變化 微觀上是繼續溶解 繼續沉澱 那哪些因素會影響溶解度 就是溫度跟壓力 那麼對於部體跟氣體的結果不一樣 這個生活嘗試就有了 那天學生會講他考試的時候忘記了 不會寫搞不清楚 我問他說你喝汽水會喝熱汽水嗎 熱汽水還有氣嗎 這樣就不就生活進就知道嘛 氣要怎樣溫度要如何 要低溫才會有氣啊 所以氣體是溫度低溶解度高啊 那我講過溫度跟以後都相反嘛 所以低溫要怎樣 要高壓 然後氣態跟固態偏高 生活中也有經驗嘛 東西要溶 不是溫度比較 糖要溶 溫度比較高比較會溶嗎 就高溫嘛 要怎樣低壓嘛 所以這應該生活經驗就知道 對部體而言 一般而言是要高溫低壓嘛 對氣態而言是要低溫高壓嘛 但是有一些就不一樣嘛 我們客人他就只舉了一個例子 叫做氫氧化鈣 它是溫度越高溶解度反而越低嘛 你就背一下說氫氧化鈣意外 當然現實生活中例外的不只他了 國中只有教這個你就記一下就好了 那麼另外一個是鹽巴 鹽巴它的變化不大 它溫度越高溶得越多 可是增加的量不多 不像我們做學的那個硝酸甲 差別非常大 差別非常大 OK 這就是告訴你 影響溫解度的溫度跟壓力 然後背一下 高溫低壓 或者是低溫高壓 什麼都說 記住就好 這個就好 那麼 剛剛講說 我也是相同的溶質定溫之下 我的濃度是一樣的 然後就考試就會考一些題目 剛剛不是跟你講的嗎 我現在有一杯 底下有胃溶解的糖 我再加點水 再喇喇 還是有胃溶解的糖 那代表什麼意思 之前是飽和之後還是怎樣 飽和嘛 那麼 就濃度誰大 就會一樣大 那可以換一下 現在有胃溶解的糖 升溫升到多增加溫度10度 再打來 還是有胃溶解的糖 那怎麼辦 前面也飽和 後面也飽和嘛 一個是比較低溫的飽和 也是比較高溫的飽和嘛 所以高溫的濃度會比較大 低溫的濃度會比較小嘛 沒有人反過來考啊 把他降溫嘛 就這樣 這些東西都不需要計算 就是考一些觀念跟想法 觀念跟想法 就是飽和溶解度的想法 就這樣就很簡單 就是跟各位 簡單介紹一下說明 我們的飽和啊 不飽和啦 以及影響到溶解度的因素 OK